大家現在看得到我分享的簡報嗎 看得到 好的 那我自己是2016年1月的時候投入VR的研發 那那個時候在做的一個項目也是HTC有參與的叫做High Fidelity 那就是在VR裡面去 他是Second Life的一個作者吧 在VR裡面把Second Life重建的一件事情 那我的工作當時就是要解決這個Face-to-Face celebration is magical but can be unbalanced and messy 簡單來講大家聚在同一個地方 把事情討論出一個共識來 這個是無可取代的一個經驗 但是一個房間裡頭如果裝超過20個人的話 很難去形成一個共識 因為你就很難同時聽大家的聲音了 那我們當時覺得說 VR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所以當時就投入了High Fidelity的一個研發 那當時大概有提出幾個原則吧 就是所謂的all autonomy跟assurance 那all就是在大家開始討論一件事情之前 先讓大家有一個總觀的效應 就是好比我們要討論一個氣候變遷的問題 那就讓大家先到國際太空站 先從國際太空站來看地球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一種好像四海一家的感覺 那對這些碳交易啊 碳路徑啊等等 就不會純粹是好像出於自己的立足點 那好像跟地球的另外一端被雲層隔住了 而是說可以有一個就是非常overview effect 就是我們叫總觀效應 就是上過太空再回來的人都會變成比較好的人 那第二個就是自主性 那當時在2016年的9月 我還沒有進入行政院工作的時候 當時我就是在西班牙帶一個workshop 教大家要如何去使用VR XR的技術來促進公共討論 那在旁邊的是西班牙的一位市議員 Pablo Soto 那他本人是因為一些身體上的緣故 所以也是使用助行器 使用輪椅 那所以他也用輪椅 那我的那個機器人呢 就是運用他輪椅的那個步道 運用他輪椅的這個路徑 我們就在那個空間裡面 這位市議員跟我一起去帶很多的學生去講說 如果我們可以design for accessibility 就是以親和力或有人翻成可及性 可親近性來溝通的話 那我們就有很多的坐輪椅的朋友 以及你在遠端的朋友 都可以透過VR XR的方法來參與在西班牙那邊的討論 那就很有意思 因為這個等於變成我的Avatar 我的一個替身 我這個替身在那陪著那些同學們大概有一星期的時間 然後我再飛到西班牙去 飛到馬德里 那對他們來講 我就是從一個矽機的一個身體吧 變成一個碳機的身體 那但是我們的那個 在一起討論的這個過程啊 我們的report 就是我們的社會連帶啊 還是一樣的 那所以也是呼應啊 剛才這個HTC這邊的說法 就是我透過 可以我在就是台北這邊轉頭 就感覺到馬德里那邊的氣候的氛圍 那種感覺確實是對於促進大家的理解是非常有幫助 那甚至到我進入了政府之後 我都還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一個數位連升 就是Digital Twin 當時是跟包含高雄美術學院 杭州美術學院等等的朋友 他們都把自己的教室都變成了3D掃描的Digital Twin 那我們就把兩個教室接起來 就是說你在裡面走一走 你就可以從杭州的某個教室 然後就teleport 就是就改變你所在的地方 然後就到達高雄的一個教室 就是所謂的co-art 那我們就每一位同學都在high fidelity裡面 把自己去建模 那大家也就有一個在同樣的地方的這樣子一個感受啊 所以這邊的這個teleportation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感覺 那這也都是2016年9月完成的一些原型 那當時我在巴黎的時候 也有去跟公視 就是很多小孩 大概是國中生為主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小學生 那他們都是把他們自己建模 建模之後呢 我把我自己的那個建模縮小到他們的大小 在他們所在的這些環境裡頭 所以從他們來講 我就不是高高在上180公分一個大人 而是說跟他們一樣的 在他們的校園裡面的小孩的這個高度 那所以呢 也會比較對我推心之父的去有一些assurance 就是有一些感受比較好的部分 那我們也有把我的辦公室建模起來 然後接受記者的採訪等等 所以以上是大概2016年 我對VR的一些很粗淺的模擬跟應用 那剛才也有這個同學問說 那這些是當時覺得不錯的概念嘛 那在現在應用上面 有沒有哪些限制呢 那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基本上沒有什麼限制 我現在的工作是一個 已經完全用XR就是原則的一個工作 我的辦公室就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它是在台北的建國花市大安森林公園的旁邊 本來是空軍總部 但是現在是一個公園 所以任何人 我們已經把圍牆拆掉了 任何人都可以划著輪椅就從仁愛路上面就這樣進來 然後就變成一個公園裡面的一部分 那不只是有人 也是有很多無人車在這邊跑來跑去 這是三輪車 那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就是不但帶步 這些三輪車也會學習著怎麼樣跟人相處等等 總之是一個特別自由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我在這邊呢 就是實際上去做很多的 跨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會議 那每一次會議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移動到 利害關係人所在的位置 它如果是在一個偏鄉啊 或者是一個原住民族的地方啊 我們就去那兒 可是呢 在桌上呢 大家一定會看到一個360度的攝影機 那意思就是說 在台北或者是在其他的都市的朋友們 就可以透過全牆壁投影 或者是透過VR 或者是等等的這些手持裝置的方式 去感受到說 在地的朋友們討論的那個氣氛如何 那我們是非常固定的 幾乎每兩週一次 有時候一週一次去進行這樣的巡迴 這些都是在疫情發生之前 就做到的事情 那所以這邊也給大家分享一個韓國的一個紀錄片 是他們拍的一個概念 我不知道聲音放不放得出來 那反而有字幕嘛 所以這是我們在討論一個很具體的案子 就是說獸醫能不能夠去請藥師去開一些人用的藥 但是也給就是動物的處方簽來使用 那這個看起來是一個一般的討論的一個場景 但是呢 在這個討論的場景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大概在這兒 就有一個二維的一個攝影機去拍特寫 那而且呢 它就是實時的在網路上面公開的 那除了這個網路上面公開之外 它另外又有一個360的鏡頭 那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一個臨場感 所以我們可以有兩個三個以上的這樣子的會場 讓整個過程都透明化 那所以我的工作呢 就是去看網友們 就像現在大家實時會提出問題一樣 看著我們這些VR的部分提出的問題 然後我就及時的把它加到這個我們的議程裡頭 所以這個已經是一個我們很習慣的一個使用方法 那所謂的社會人生等等 這些都是在我們疫情之前就建模好的 那這也讓我們在疫情發生的時候可以幾乎不受影響的 繼續我們的相關的這個工作 所以大概是一開始這樣子講 那Alice想要問說這個疫情期間呢 就是還有哪一些關鍵的挑戰 那我覺得大概兩個關鍵的挑戰 一個是說延遲 我們現在的這個視頻 就像剛才是HTC那邊說的 以及我現在說的 其實只要音頻稍微有一點延遲 那不管你視頻渲染的再漂亮 其實大家還是有一種我在跟機器人講話的那種感覺 那真正要達到就是 你不需要專門拉一條光纖也可以低延遲 那個就是5G的一個主要的應用了 那所以除非低延遲的場景充分的實現 不然的話我覺得那個臨場感還是稍微差了一點 就是見面三分情嘛 視頻那還是兩分情 這是一個關鍵的挑戰 那另外一個關鍵的挑戰 就是我們對於數位連生這件事情 整個社會上面的接受度 好比像說如果總是覺得還是要蓋個印章 才是覺得有簽到名 或者是說一定要用一支筆 而不能用一支觸控筆來簽名 就是整個企業裡面的文化 如果你還不能接受DocuSign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數位化的做法 而一定要有的時候是心裡的安全感 就是當主管的你總是覺得說你的部署都在你看得到 摸得到的地方 心裡比較踏實等等 就是如果這些習慣沒有改變的話 那其實數位化它能夠做的有限 那但是像我 我自己是用番茄中工作法 Promodoro Technique 我就是埋頭工作個25分鐘 那我只花5分鐘的時間去就是即時通訊上面 跟我的團隊互相合作 所以他們就可以了解到說他們不會說好像永遠下不了班 也不會就是隨時在這個數位上面被追殺 而是說大家就約好說在每一個半點每一個整點的時候 大概有5分鐘的時間我們就catch up一下大家的工作方式 但是又不會變成好像說你是Proma Work 就是隨時都在工作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就是工作節奏的一個調整跟心態上面的調整 那如果低延遲跟心態上的調整都可以達成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進入一個XR的工作模式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Jeremy也問說 是不是VR原生代從成長學習到社會體驗 會有什麼特別大的不同 我覺得VR的原生代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說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機器人也好或者是網沙投影 或者Hologram它是一個substitute 就是說你沒辦法面對面見面的時候 你給它一個代用品替代用品 但是就像我說的就是我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寧可運用機器人運用VR出席 為什麼呢一個我調時差很慢 就是總是睡眠要打亂的一陣子 那二個呢我對這個氣候變遷非常的在意 所以我對於飛機的排碳總是覺得就是良心上不是很過得去 那當然現在又有疫情嘛 但是在疫情前我就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去說服對方說 說不定就是因為排碳跟因為調時差的關係 遠距是實際上是一個我的首選項 而不是因為我時間上不行 所以才做的一個T選項 那我覺得這當然在我這一輩就是大概40歲左右 這還不是一個常態 但是如果是十幾二十歲的話 它就是慢慢就會變成一個常態 就是它寧可運用這樣子當首選項 也不願意面對面來當做這個首選項 那然後Half-Life Alyx的這個問題就是這應該也是問HTC的問題吧 但是我也可以回答一下下 就是說我對於哪一個VR的遊戲或者是教育的軟件 對我來講是特別特別有意思的 其實我一開始為什麼那麼投入VR 就是因為有接觸到一個叫做reality.io 這個在現在看起來已經不是一個非常新穎的東西 但是在2016年4月它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從古蹟啊城堡啊阿卡翠茲監獄啊等等的 它都用就是photogrammetry的方式 把它栩栩如生的真的讓人有即時在那邊互動的感覺 就連我現在已經80幾歲的這個祖母啊 我直接帶她進去這些歐洲古堡啊等等 它都有一種就是實際在旅遊的感覺 那其實是很震撼的 因為你在reality在做去哪個場景之前選擇 之前是看到整個地球 那看到整個地球的時候 自然心裡的一些就是政治啊 這些什麼國族啊什麼的雜念呢就小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reality對我是一個有一個起名的作用 然後我到現在還是很建議 不管是star chart或者reality 就是這種反應它真實世界的狀態 那但是呢又能夠就是讓人能夠跳脫這個在地球上面特定的邊界的做法 那我so impressed by reality 以至於說我入閣的時候呢我就告訴我們的文化部 說我們應該要多多的把我們能夠取得的點雲資料 全部都放到reality裡面 那所以他們也蠻聽話了 所以就跟科技部合作 就運用就是點雲掃描的方式去把許多的導演啊或者文化工作者啊 特別在意的一些文化資產 都透過這樣點雲掃描的方式 所以現在你可以很容易的就運用像赤坎樓啊等等的這些文資啊 進入你的不管是互動區的遊戲啊或者是這種虛擬觀光啊等等裡面 那這個因為是免費的分享出來 所以就給創作者以比較大的方便 那所以等於是它是一個點火器 但是具體上怎麼運用就是看那個應用的人的做法了 那Peter有一個問題啊問說這個兩岸的政府在數字科技的政策 或者與企業參與度方面所採取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啊 我大概很難替別的政府說了 但是民國是公民之國嘛 所以我們做的方式大概就是我們說透明的時候 就是說政府的工作往人民透明啊 那大概反方向我們是不會做這個要求的 大概是這個主要的一個差別 那其他看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想要詢問的 或者是我可以進一步分享的 我大概還有個十分鐘左右 謝謝唐委員 那個因為剛才我在post的問題 是我們有些會員提前放進來的 我又放了兩個 一個是對AR和VR技術的產業發展影響後 這個進一步說明是哪些應用會先啟動呢 哪些是相對成熟的商業模式呢 對這個我想HTC比我更qualified來回答了 但是我只能說以我們工部門來講啊 就是任何它能夠跳脫時間限制 那就是一個剛性的一個需求 我舉例好比像說我剛才所講的 杭州跟高雄美術學院所一起工作的那樣子 他的計畫 他的計畫其實是希望在地的長輩們 可能都已經七八十歲了 那他們還記得當地的建築物啊等等 在他們當年的那個樣子 在現在呢當然都已經都市都已經改建了 但是因為有足夠多的舊照片 所以他們可以在VR裡面重建當時的那個接掘 然後呢他們就怎麼做呢 就是請那些長輩們帶了VR的裝置 或者是動作捕捉的裝置 然後呢把他們的建模放到修圖軟體裡頭 重建他們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然後呢請大學生們 跟這個已經繁老還童了 沒有還童了還年輕了的這個長輩 一起去他們記憶中他們年輕的時候的那個接掘 去進行到來 那這個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他不一定要用全套VR的裝備 他可以用全式投影啊 好像叫雙師教學嘛等等的這種做法 但是他一開始的那個建模 確實是必須要用VR技術 所以這種就是打破時間的隔閡的 這樣子一種做法 我覺得算是在教育上面也好 觀光上面也好 都是比較比較剛性的需求 那這些我覺得現在的應用場景 也相當的成熟了 大概如此 還有一個問題 我本來要打入來不及 那麼有人問說這個5G這個技術 因為現在大家也知道華為啊 總美啊歐洲啊也在爭論不休 那麼這個5G這個技術 到最後會不會形成一個多國奮戰 這個沒有一個統一的protocol的這樣一個狀態 我是比較樂觀啦 因為畢竟就是5G它還是一個標準的制定嘛 那像我們的做法就是我們millimeter wave 我們就是在特定的應用場域裡面去使用 好比像說像自駕車的場域啊 或者像剛才其實有提到的 就是流行音樂館 流行音樂館我們可能不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說不定鼓手跟主唱在一個地方 然後bass跟吉他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還是可以做所謂現場的表演 那這個就是millimeter wave特別適合的一些應用 那當然就一般人就是我們要做一些VR的傳輸 但是不需要那麼那麼低的延遲 也不需要那麼那麼高的頻寬的話 那就是sub6其實也可以做到一個程度 所以我是覺得重點是現在大家都還在找應用場景 那這些應用場景它越多人同時去尋找 我覺得在應用層我倒沒有那麼悲觀說 應用層一定就會盡微分明 那當然我們了解在基礎建設層現在存在一些爭議 但是因為我是Digital Minister Digital是應用層的事情 我不是ICT Minister ICT Minister另有其人 所以我現在就比較 對應用層的事情還是比較樂觀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神經連結直接投影到大腦 這個其實就是如果有看Matrix的話 它的那個排線大概就是10Gbps 那就可以包含我們眼耳鼻鼻聲等等的訊號 都放進去了 10Gbps還是比目前的5G的 就是它就是理論頻寬也許可以逼近 但是在實際上它可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必定還是得腦補一下 那所以可能還沒有到達說 你可以直接到達另外一個地方的這種 直接投影的情況 但是我想顯示科技的進步 至少我們在視覺聽覺這兩個方面 已經可以相當好的模擬了 那其他的感受的話 那就還要再等等 不過我覺得這也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因為尤其是像我的辦公室隔壁 就是一個叫做音聲實驗室 你只要去那兒 它就有就是Microphone Array跟Speaker Array 它可以讓你閉上眼睛 就好像你移動到了萬華 移動到了某個別的城市 因為它許許如生的把那個在地的音場 複製起來 那我覺得那樣子給人身歷其境的情況 就像你看一本好的小說 說不定還比你看就是4K 8K的電影 要能夠進入那個場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動用了你腦裡的想像力 所以我會覺得視頻可能還是比較suggestive就可以了 但是聲音的延遲以及聲音的品質 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如果聲音是透過鼓膜傳播 跟聲音是透過神經傳播 它的Fidelity並沒有差到非常多 所以以聲音為主的應用場景的話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到直接腦訊號連接 我們大概就可以取得蠻好的一個 共同在場的這樣子一個感覺 然後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還有人問了MR technology 和Magic Leaf HoloLens這方面的 你怎麼看這幾個技術的發展方向 是其實VR它其實就是AR 然後幫你加上了一個遮掩布 對不對 它就是帶著一個眼罩的AR 所以它當然是比較先成熟 是因為我們確實把所在的地方屏蔽掉之後 你就算視覺訊號很普通 你也不得不投射進那個場景 就跟做夢一樣 那但是它是一個sliding window 你可以選擇性的把一些真實世界帶進來 就像我剛才演示的那樣 那你也可以是把所有的真實世界帶進來 然後選擇式的把一些虛擬的東西投射上去 那但是我覺得把全部的真實世界帶進來 是比較容易的 那你就是投射一些cute上去 這個對於好像說維修電梯等等 這些都是剛性的需求 因為你需要的是遠端的人看到你眼睛看到的一切 那這個是比較容易成熟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在一個fantasy line 就是跟實際的地方 它不是一個數位人生 而是一個純粹屬於想像的位置 那這樣子你就要解決比較多的 互動方式設計的問題 那那個我覺得成熟的場景就稍微慢一些 因為畢竟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目前所建立的全部場景 它都是現有場景的數位人生 那我們是讓現有場景的這種互動去增幅 去讓更多人能夠帶進來 而不是說我們去打造一個人所不熟悉的全新的場景 那個在藝術上面也許是有它的作用 但是其實我們帶了VR 本來就已經不是很習慣了 你再把我放到一個連重力 連物理定律都不一樣的地方 那就加倍的不習慣了 所以這個也許是有道理的 在藝術創作或者一些體驗上面 但是我覺得這比較不是目前的一個剛性的事情 很久沒有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kte 謝謝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